XDDD 嗯? 這裡是哪裡啊? 怎麼一覺醒來就跑到這裡了呢? 這是,到底是在哪裡啊? 啊? 還被鎖住? 怎樣? 密室逃脫喔? 傻眼耶 這是怎樣? 疼痛分級指數 這不是我們醫界常在用的疼痛分級嗎? 零分到十分,無痛到最痛 他這個是要幹嘛 喔? 想辦法逃出去吧 只要打對正確密碼就能成功解鎖 喔真的是密室逃脫啊 玩過上百場的 我絕對沒有問題的啦 他是一隻絨毛網偶 他是綠色的 嗯?蛋薄 樣子是北極熊應該是怕熱的 而你試吃鴿子但不是白色的 是臉色發青的蒼藍色系的 這代表我嘛 瞧你臉紅通通的 是不是想到什麼興奮了 綠色跟蒼藍色跟紅通通被標上的重點 喔看起來就是要對應這個疼痛分級指數啊 208 或是2010 嘖試試看好了 208 2010 嗯?也不對 2020 1002 聽我的台大文憑 既然連區區一個密室逃脫都解不了 天啊 我是北七嗎 嗯 這是一個認清自己的本質 才能成功逃脫的密室 恭喜逃脫 好大家好 為常哥今天的來賓不得了喔 剛剛在這個密室門口迎接我的小羽醫師 那小羽醫師是一位非常非常斜槓的醫師 對我其實很難找到在醫學界 比我還要斜槓的 好那我們先請小羽醫師跟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好我是小羽醫師 OK那小羽醫師你的筆名叫做白日語 那小羽醫師其實在FB粉專有個叫做白袍恐懼症的一個粉專 那裡面畫了非常多醫生什麼內科菌外科菌 喔這個醫生菌的故事有沒有其實蠻快智人口的 那我們今天請到小羽醫師來當然好好聊一下小羽醫師的斜槓 剛剛跟我可不可以用什麼共鳴這樣子 那其實小羽醫師聽說你是從小時候就熱愛畫漫畫是不是 嗯對就是我從很小的時候就還在幼稚園的時候就一直有在塗鴉 然後對這個是我們回憶啊 就是老人的回憶 然後這是我們台中人都會有的聯絡簿 那裡面也是被小羽醫師畫滿了各種有趣的漫畫 這個還蠻懷念的 對這一開始就是像在這個聯絡簿上面 就是會畫這種就是在周刊然後我就會畫四格這樣 一開始是看國語日報 然後就學著他們這樣子畫 然後其實同學也蠻多人就看得很開心 所以我就繼續畫下去 後來考上醫學系當然是很忙嘛 那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你可以堅持這樣子畫漫畫 其實剛剛看很多部就知道 就是我從小就一直很喜歡畫漫畫 然後中間國中高中其實也一直持續都有在就是做創作 然後這邊其實就是一些我之前畫冊 其實像這樣的畫冊我大概國中高中累積了有十幾本吧 就是常常都一直在畫 然後其實創作一直都有在持續 只是說到大學之後 因為就是進入醫學系嘛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會把一些比如說 像那些醫學系學到的知識 把它在融入創作之中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創作是一直持續的事情 反而是看我生活現在走到什麼樣的狀態 就是把生活融入進去漫畫裡面 所以這個有點像是就是畫血球的故事 對我剛才跟小瑋斯寫聊 這個就是工作細胞困難版 這個就是很專業的這個醫學專業知識的漫畫 對大家對醫學有興趣的這個看起來 哇所以就是這個是大學時期的創作是不是 對然後大學時期除了這個 因為我們醫學系有那個共同筆記 然後那時候在共同筆記上面封面 其實也有畫一些四顆漫畫 就是課堂上有什麼有趣的事我就把它畫在上面 或者是課堂上學到的知識 就會把它畫成四個畫在上面 所以大家在看共筆之前 一定要先看過你的漫畫這樣 對強制觀賞 強制觀賞這樣子 那其實後來齁 你就是開始慢慢有一些非常著名的IP角色這樣子 對那現在 以這個小瑋斯的粉專白炮恐懼症來講 最有名的應該就是 醫生菌online的這個IP 對各種可愛的一些臨床的一些趣事 畫給大家看這樣子 那一開始是怎麼樣想出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因為我們醫生有分很多科別 然後每一個科有他們的刻板印象 就是比如說像內科就比較冷靜啊 比較穩重 然後可能就比較看重數據 那像外科的話 他就是比如說個性比較大辣辣 然後比如說因為他們需要開刀嘛 就練比較壯這樣子 那小兒科呢 小兒科 這個是兒科菌 對 就是 就是一開始是創作成一個 就是正態類型的 就是好像兒科菌就是都不會老這樣 就是每天都跟小朋友待在一起 然後就長得也像小朋友 是是是 剛剛也有跟小儀師聊過 就是我們看你的漫畫 有時候會看到一點點 VL的傾向 請問小儀師是 符女嗎 就 是 是我本身是啦 但是因為創作上 其實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創作一般相 就是可能把自己一點點 就是這種 就是喜好融入一點點這樣 但是我創作還是主要在一般相 OKOK 你是怎麼樣從這種很混亂的生活裡面去 汲取這些醫生 各科醫生間的故事齁 臨床小故事 然後把它化成這些有趣的素材 但我們還在求學的時候 就每個同學都會分享他們自己的狀況 那他出社會以後 其實大家去了不同的醫院不同的科別 他們也還是聚會的時候都會聊到不同課的狀況 在聚會的時候如果有聽到有誰說了他診間的病人怎麼樣啊 或是他遇到什麼奇怪的事情啊 就是我就會把它偷偷記錄下來 喔 化成故事這樣 對 其實我都有告告資源作者的時候 欸 你會上我粉絲 然後這樣子 OK OK 哇 好 那其實我們目前都還只講到漫畫的層面而已 那接下來讓我更敬佩的事情發生了 因為前陣子算是敲我 然後請我去試玩他研發的一款遊戲 我最討厭這種自力測驗了 這要怎麼拆他的顏色啊 還是這只是虛晃一招 這一個遊戲叫做脫出失憶病動 那這個遊戲有上Steam 所以蠻猛的 大家如果想玩的話可以去Steam搜尋 那他其實就是用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醫生君online的角色 然後有一些網紅的一些作家的客串 那他把它設計成一個密室逃脫的電腦版遊戲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契機讓你轉到遊戲這個領域 我就無法想像你怎麼可以一個人把這個遊戲設計出來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玩遊戲啊玩手遊啊 像是電腦版的密室逃脫等等都玩很多 那其實是因為幾年前就一個契機 我到就也是台灣的遊戲公司去參訪 然後他們那時候介紹我一個叫做Unity的軟體 然後有一個叫做Fungus的插件 那這個東西可以幫助我說 就用流程圖的方式去讓一些圖片動起來 那就用這個作為基底 就是把遊戲就圖法煉鋼一個一個一個這樣子慢慢把它做 做成可以動這樣 然後就做了三年 所以你就是一人一個人 就有點像一人工作室 然後做這個遊戲 就自己就是從土法煉鋼自己從零開始學 然後學做遊戲做了三年把它做出來 對 真的很猛 所以如果大家是對這個密室逃脫有一些興趣的 而且是這種現在疫情的關係 你不敢去玩這個實體版的密室逃脫 這個線上版 這個虛擬版的密室逃脫都可以玩起來 而且我覺得他其實結合了這些醫生菌的角色 而且結合了醫院場景 因為我看你大部分都是用醫院場景嘛 所以其實也結合了一些台灣醫院裡面常見的一些 一些臨床知識等等都結合在裡面 所以我個人玩起來是覺得非常有感非常有趣的這樣子 還有沒有什麼作品你覺得比較快智人口想要介紹給大家知道的 就是剛剛應該沒有提到就是這個醫生菌這個遊戲 它其實是有一個原作叫真實的間隙 那這本書是我第一本有正式出版的那個漫畫 它是跟精神科相關 然後它還融入了一些校園霸凌跟一些親子關係等等的一些議題在裡面 那它一出版之後就得到了中小學優良讀物的這個殊榮這樣子 OK這個小學生優良讀物 對家長優... 中小學... 中小學優良讀物 OK中小學優良讀物 對家裡有小朋友的買起來好不好 OK那最後也請教一下小雨士 因為畢竟都邀請你來這邊了 你會建議如果想要嘗試斜槓或想要嘗試自媒體這一塊的年輕人 你會建議他們什麼樣的一個做法 像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如果可以要支持你自己不停的創作下去 其實你就是要融入你的生活在這個你的創作裡面 其實創作這個東西可以幫助你就是 用更寬闊的心胸去面對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然後我相信隔來一開始創作應該初衷也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其實真心可以從創作這件事情得到快樂 所以我們才會繼續做下去 是 那當然一定也會遇到一些就是挫折 比如說作品不被喜歡或者是說就像酸民之類的 這一定會遇到 希望如果你真心喜歡創作的作者就是不要放棄 就是你可以休息一下就是讓一些生活在心中沉澱 然後再繼續去做創作這樣 OK我蠻同意小雨士講的就是 因為你要創作你必須就源源不絕有靈感 對啊這個靈感最好是來自於你個人的生活 對我覺得會比較容易啦 因為像你是創作那個就是醫生相關的生活 對然後我做的影片也是醫學相關 其實都跟我們的本業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靈感的來源會比較多樣性 對啊今天譬如說你的本業是A 但是你去做一個B 你可能就要為了這個B再額外去吸收很多東西 我覺得那個相對來講可能門口 門檻後再高一些些這樣子 OK那今天非常感謝小雨士來到我們的頻道 不要跟我們了解 聊那麼多斜槓相關的議題 好那喜歡我的頻道記得繼續訂閱 那想要聽我跟小雨士聊更多斜槓的精彩歷程 可以到昌朗哥的醫學通事去做收聽 好那我們謝謝小雨士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